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然後那時候我就唱了另外一首歌曲 然後一下台 她就這樣 妹妹 我說幹什麼 怪叔叔 她說你是不是當年在南投 有唱歌的那個小女生 我說是 你是 然後我就一下子很清清說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要我的電話 我等你等很久了 而且那個年代還沒有臉書 要不然早上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我覺得試金子呢 終究會發光 雖然那四年錯過了 但後來又看到你在EasyFive的成長 這十年來的心情 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這十年其實我 經歷過很多 然後也成長很多 以前一直覺得 自己應該是唱跳型的歌手 對啊 聽說你一開始是想當唱跳型的 對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進錄音室 試唱的時候都是唱那種 布蘭妮的歌 Oh baby baby 然後就是很強調自己就是很會跳舞 然後 結果那個 公司的人就說 我覺得你還是唱情歌比較好 然後那個時候我又是比較活潑 又比較樂觀的人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我一定要唱這麼悲情的歌 是到了之後有很多 歌迷還有朋友們的回應說 因為你唱情歌陪伴了我寂寞的時候 或者是考試的時候可以發洩 然後聽到我的歌 然後是我最近又遇到了一個 歌迷朋友 他在紐西蘭 然後他說 他覺得正面的人一定會吸引更多正面的人 然後因為他聽到我的歌 因為他是一個 嗯 腦血管 就是會 患見急病 對對對 然後 突然他就說 那個時候他病發了 然後聽到我的歌 他覺得 不可思議 他還有 他還有 知覺 然後他就希望可以 慢慢的復健 能夠有一天可以看到我的演唱會 哇 然後就是 這個機緣 然後我們就認識了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 我唱情歌 其實可以影響很多人 所以現在我慢慢的也覺得 我很榮幸 可以唱每一首情歌高的歌 恭喜 就是 超難唱好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都做到了 而且呢 私底下呢 真的是大家鴨子滑水 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喔 那當然 剛剛Main姐也提到說 再唱會 Uncle小巨蛋 這一場小巨蛋 聽說就是不洗成本 對不對 對 因為這一次也有 號召了很多親朋好友們 跟我一起站在舞台上面 然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 嗯 算是十年豐收 對 豐收 然後就剛剛好 七八月又是我們阿美族的 風年季 風年季 對 現場就把風年季的感覺 搭進來 因為就是 平常的時候也出草一下 也沒有出草 太血腥了 那個成本就更高了 哈哈哈哈 在現場就是瘋年季的感覺 對 然後找來很多的親朋好友 對 哇這場這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會跟去年的那場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呢在這邊告訴大家 這個演唱會的門票 5月21早上11點 在KKTX售票系統 還有全家Famiport 同步開賣